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下盘横向对比一下 侧提当年的布鲁克是采用了球形关节 所以它的活动性虽然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平台之后确实是会有一些松散的现象 而且把玩的舒适度并不是很高 而这一次的活动关节在里面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镶嵌了一个桩 这个桩是起到了一个球关脱关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一个关节的阻尼感方面 在平台的时候这个阻尼感是相当的舒服 而且平台平台平台也并没有露出相应的一个关节位置点 而且在关节的一个适配度和整体的一个阻尼感上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说这一次的素体才是第九弹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亮点 维克利特奥特曼 而这一次的维克利特我终于是会摆一个特别好看的造型 腿部是增加了一个黄色的透明件 整体的关节紧实度相当的可以 在私印的印刷方面是采用了亮色进行一个涂装点缀 整个的头雕分色处理的是非常的好看 配合着相应的一个支架也能摆出恶魔封角的一个造型 同样是采用了镭射的工艺效果 这一款产品我个人认为最帅的就是它所谓的海王三叉戟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它这个说明书后面有相应的武器介绍 头脚部分是采用了成型的银色 至于眼部细节仔细来看 你可以看到稍微是有风潮的表现 也是体现出奥特曼不同的脸型和细节的一个展示 胸口的指示灯是有私印的一个印刷 下一款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银河奥特曼斯特利姆形态 胸甲方面也是不太一样的 肘臂的臂甲部分也是有指示灯的一个造型 并且上面有相应的私印印刷 包括后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手轴的部分是有一个透明件的特效件 下一款产品是筋骨桥 这款产品为什么让我惊艳 就不得不说它的成型色表现 它并不是这种亮银色 而是泛的一点点香槟金色 在灯光底下只是有一点点水波纹 整体的发色是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面雕部分的这些细节印刷 也是刻画的相当到位 钢铁9号 这一次这款产品 阴阳配色我还是觉得蛮新颖的 面雕部分是我这一次尤为喜欢的一款 可以看到眼人部分 其实是有细节刻画的 包括瞳孔部分 它呈现的都是分件的一个涂装 黑暗 陆基艾尔 这款配色真的是在暗黑系里比较帅的 首先整体的配色是以磨砂黑为主 整体腹部的私印印刷印得非常的清晰 配合着整体的一个细节呈现的霸气感十足 怪兽卡片古盾 手部的部分是采用PVC的软胶 嘴部有一些可动嘴的造型 活动角度可以达到这么大 包括舌苔的部分是有红色的涂装 眼睛部分也是有红色的涂装 整体的活动关节由于是采用了新规关节 所以活动性大大增强 手部也是有仪表盘的细节 简单的对这一次第九弹的产品做一个小小总结 这一次关节提升是第九弹最大的一个亮点 更加成熟的关节可动性 对于整套产品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我也希望下一次我再抽奥特曼的时候 能让我中一次隐藏款 拜托拜托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